水里乡131线是水里乡连接与之乡的重要交通要道 但在车程与新兴村交界的明湖1号隧道 因进到隧道前面的弯道是只有两线道 造成大车必须吃到对象车道行驶 发生过很多次的交通意外 我们在地的村长还有在地的居民 以及有路过的这些民众 对于131线1号明湖隧道出口的安全上都非常的重视 那已经由110年我们有做第一次的一个会刊 那经由县政府回去做一个讨论之后 也提出了三个方案 那三个方案里面呢 第三个方案就是卡在那个要从打隧道 但是呢我们车程与新兴村是一个集水区 然后明湖的这个电厂的水库又都在这边 所以这个就卡在环品 村长也指出这次透过议员来集体呈情 希望县府公务处可以找出最适合的改良方案 解决这项问题 这条131线 说起来是我们水里和湖地 这个重要的观光的路线 不时去拄到这个车轮 在这个房间口出现 造成很多这个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里拜托管府 由我们这个議員来会堂 现场检查 希望说管府这边 可以透过议员来跟我们说的心声 让我们直接在处理的这两川 可以来安全 医院陈初会表示 在会堂后也取得共识 将会以拓宽的方式来进行 今天再一次的会堂 跟我们在地的村长还有村民 在做一个协商之后 我们取得共识 就是用第二个方案 从隧道口外边边侧这边 来打这个站道 可能会把它拓宽到有两米宽 这样整条道路的宽度 就将近八九米 那整个一个隧道 可以让大的巴士 比如游览车或者是三十车 就可以用一次性的来转弯 然后不会去挤压到 右边的车道的这些 民众所开的这个车子 期望在会堂后 相关单位能够尽速改善地方交通问题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邱平利 学义里车房报导